我们各县市都是一个竞争的对手 但是在一个不平等的待遇下 你让我们怎么生活 各县市体育会理事长齐聚 分享推动体育活动或计划时所碰到的难题 并提出建议与看法 政府也应该要想办法 拿更多的企业来赞助 因为政府的经费还是有限的 中央政府开始呢 当然有很多的经费 不断的不管是在运动爱台湾 这个项目都有支持 但未来我们还是希望在整个体育界这边 能够还是有一个 不管在经费上面 人力上面真的能够投入许多 不只是如何缩短运动经费的城乡差距 还有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涯规划 我们卸赠以后 有一个很稳固的职业 对选手有一个保障 以及吸引国际赛事 世界的选手能够看到台湾 也希望世界的选手能看到我们花莲 最终就是要促进地方 经济繁荣缩短城乡差距 希望说我们把体育署 三级单位提升为二级单位 我们侯市长能当前总统的话 能把体育这一关列入考虑 我们基层的信念 我们的体育机会可能要稍微宽变一下 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也分享自己 对运动的看法与期望 运动要让城乡差距缩小 运动不是哪一个县市的潜力 运动是每一个人要享受同等资源 让每一个人发挥所长 养成运动的良好习惯 就算他不是选手 他也要从运动当中 可以学习到很多奋战的精神 这场运动座谈会议 讨论台湾运动的未来 期待运动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